真正有愿在这个世界 知道为什么 为怜悯众生 救度众生 为挣发救助 除这个之外 没事 我们怎样帮助众生呢 就用这个方法 庄严净土法 这个要学 是什么 庄严我们先前的世界 人家才会生起信心 我们住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净土 这个地方人善良 我们要用四十法 要用六波罗米 要用普行十月 用这种大心 真心 落实 弟子鬼 感应品 是善业 做给别人看 太阶段很重 他看不透 时间长了 三年五年了 他感动 自自然 感动 时间久了 所以 潜移 默化了 不知不觉的 他在那里变化 立根的人说 他变化的快 顿根的人变化的慢 我们要不做出来 不行啊 一定要身体立心 庄专言净土 射手 众子 只要把佛这些 重要的条纲领 做出来 决定有效 这些人欢喜 肯来学 庄严发声法 庄严发声法 是提升自己的灵性 天天有进步 我们做不到 那是菩萨的事情 我们至少要能做到 越越有进步 这是应该可以做得到的 三十天提升一个阶级 三十天又提升一个阶级 不断向上提升 不进再退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对自己有高度的进就心 我不进步就退步